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大同区的这间碗粿老店 从路边摊到店面已经飘香超过60年 每天一早新鲜现做的碗粿 吃来Q弹充满米香和肉造香 混着酱汁咸香够味 里头还有大块香菇 里肌肉和咸蛋黄满满配料 特别的是要搭配老店自制的博学奶茶一起喝 毫无违和感 这里的肉圆外皮更是Q软有嚼劲 肉馅瘦而不柴 还吃得到笋丁和绵密芋头 很有古早味 一个碗粿 两个碗碗 好 两个碗碗外带 这样你要直接加吗 对 碗碗一个啦 两碗碗外带 午饭时刻一到 小店外头马上排了人龙 老主顾 上班族纷纷上门报到 因为这家我中午基本都是来吃这家 因为我小时候住乡下的时候 它的味道是有跟我们南部的很像 而且它用料满实在的 它是一整颗的蛋黄 所以我觉得以这个价格来说 它真的很划算 而且又很好吃 吃过一次就觉得爱上香了 这间在台北大同虚开了超过一夹子的人气碗粿 Q弹的米食里头有香喷喷的肉馅 咸蛋黄和大块香菇 小小一碗用料超实在 是在地人从小吃到大的怀旧古早味 香菇啊 肉啊 然后那个鲜鸭蛋 口感不错 然后内馅很好吃 还有那个花贵 花贵还有165 第二代老板吴庆珍 年纪八十 依旧天天坐镇店里帮忙 备料制作则交给儿子吴义舟包办 再来米 大概两到三年 然后因为它的米的水分会比较少 所以它做出来的融合粿会比较有弹性 会比较Q一点 吴义舟每天都用过滤水 将再来种米浸泡三小时 耿味一声安心 再用纯米磨成米浆 你觉得你一定要泡到透 你没有泡到透 它蒙米浆磨出来 它米会卡住 刚磨好的米浆浓稠厚重 加进热水稀释后用机器搅拌 吴义舟说这个步骤是花贵口感的关键 花贵会不会Q就是 最主要还是要葱姜 因为它的米浆会很容易糊掉 对所以你要抓那个水的比例 对然后尽量让冲到让它有点浮化 浮化它就是发起来了 米食主体完成 画龙点睛的馅料 独一粥同样自己处理 花贵要好吃 肉燥就一定得熬得好 对猪井肉 对大概炒到半熟的时候 它味道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加一些红葱头 还有那个红葱头要先下去 把它炒香之后 我们才会再下糖跟 糖跟那个酱油 肉燥香气满意整间厨房 吴义舟再把炒肉燥的精华酱料 拿来卤香菇和汤烫鲤鸡肉 鲤鸡肉是也不会卤太久 因为会让它过个大概三分熟就好了 对 因为太熟还是太硬 但蓝色此晚整齐排排站 咸蛋黄 香菇 大片鲤鸡肉 还有满满一坨肉燥放入碗中 吹蒸前再依序倒进浓稠的米浆 坠点酱油宛如在创作 一幅幅泼墨化才送进蒸笼洗礼 蒸熟的挖柜 焦灵酱汁 每一口都吃得到米香和肉燥香 里头有好大一块的香菇 扎实的鲤鸡肉块 和特制半咸的蛋黄 满满的配料充满迷人古早味 搭着特制辣椒和蒜泥一起吃 超级过瘾 就是它里面很多料 而且它的口感还蛮特别 就是我就自己觉得蛮Q的 糯米其实就吃起来蛮香的 然后里头有肉跟香菇这样子 对 然后也很入味 而传统的台式滋味 菜单竟出现意想不到的 伯爵奶茶可以搭配 是吴宜舟接班后发想的创业 现在早餐店都有奶茶什么的 然后我又想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我就去山上去找 感觉伯爵这个味道还不错 然后就刚开始先 先载一些回来试看看 然后刚开始接受说 年轻人还蛮喜欢的 好味道飘香超过一甲子 1959年吴庆珍从南投不离北上 但一开始他只失在迪化街 当鞋子业务 对面有一个老阿伯 做到临终了不要都没有做了 就是送到他太太 我就去跟他太太谁 花贵在做巷子里面 路边汤 就开始卖花贵 卖到现在 67年 原本吴庆珍和姐姐一起卖 姐姐过世后 他一人扛起小摊 直到67年次的儿子 吴一舟退伍后回家接班 他终于能好好休息 看我爸这样我就想说 我就先回来 先回来帮忙好了 刚开始都要半夜起来 凌晨大家都要玩的时间 我就要起来工作 然后做一段时间就 比较习惯了 吴一舟渐渐地做出兴趣 生意好时 一天最多可以卖出1500碗 于是他设立中央厨房 把所有制作流程都标准化 我一定会想说 怎么做才会越来越轻松 对 然后就慢慢去摸索 反正我的SOP就是 我都把它数据化 让员工也好操作 吴一舟接班后 还将卖起肉圆 也很受到客人青睐 这个肉 就是我们有 比较特制的香料 然后去搭配 搭配它这个后腿肉 然后我们这个大部分都是台湾的大甲芋头 对 那笋丁也是就是我朋友他们是笋笼 用盐去腌制而已 对 因为有的外面很多 它都会加一些那种化学的肉去腌制 30分钟洗礼 磕磕剔透饱满的肉圆 经过油泡淋上酱汁 外皮咬起来Q软又很有嚼劲 里头肉馅多汁够味 瘦而不柴 笋丁增加了脆口度 尤其绵密的芋头 大大增添了香气 大的肉圆也很特别 因为它的肉圆里面有芋头 肉圆搭配一碗汤喝最对味 综合汤里头有花枝丸 贡丸还有湿木鱼丸 汤头清甜不油腻 喝起来清爽又暖胃 因为我们在这个巷子里面 最主要就要做饮料 东西要好出 你不怕扣人不来出 菜香不怕巷子生 从路边摊到如今开了店面 五益州传承爸爸手艺 同时显入新意 这美味加上人情味 足够让老饕回味无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